第七单元是环境污染 跟人生活层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污染种类非常多 包括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 还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垃圾也会造成污染 还有我们的大地 例如说像土地、土壤 都有可能因为不一样的元素 所造成污染 污染其实可以分成 三大类 第一种我们称为物理性的 它不是物质所造成的 可能牵涉到热有可能污染 它会把我们的水加温 在河里面或在海里面 温度过高对生物会造成影响 大气当中有可能光污染 我们使用的光线在夜晚里面 例如说都市 它可能对昆虫 甚至对人 我们看观察外太空的星体的时候 都有可能因为光的光息 影响到我们的研究的结果等等 这个都是热光 这个都是属于物理性的 还有包括像电磁波 纸外线等等 这个都是属于物理性的 化学污染就是化学物质 这来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各种使用化学物质 还有生物污染当然就是像病毒啦 这个传染性的这个 这个病菌啦 等等 这个都是属于生物的污染 我们重点还是放在这个 物理跟化学 那生物的污染当然就会造成健康 甚至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卫生性的问题 这个我们在之后呢 还会再跟各位介绍 那不管是物理化学污染 它一定有一个污染的来源 这个 这个我们称为这个污染源 那污染源有可能它是固定的 可能是来自工厂的排水管 或者是工厂的这个烟囱 这个都是固定的 那有些是这个没有固定的 例如说像七级车 这个就是没有固定的 所以这个污染源 大致上可以分成这个类 那不管是污染是什么样的形态 如果是化学物质的污染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在整个环境当中 它是会随着环境当中的气候 或者污染物本身它的特性 它会在空气当中 当然就是造成空气污染 但是它有时候会进入到水里面 例如说我们之前在讲酸雨 它是一个空气污染问题 但是它也是一个水污染问题 它甚至会落到土壤里面 所以污染物的这个影响 就不仅只有局限在某些特定的环境 它可能四处流窜 造成不一样的污染的问题 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只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我们必须要从整个环境的 这个比较聚观的这种角度 来去讨论这个污染的问题 那污染本身 在自然界本来就是有这种 这种现象的存在 那自然界也当然演化出 可以来去解决这些污染的问题 所以重点是环境当中 本来就具有致敬的能力 那只要这个致敬的能力呢 可以把污染物去除 那这个自然界当然受到影响就比较少一点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例如说像我们的森林里面 它可以去除空气污染物 但是现在同时我们又在砍发森林 当然污染的严重性 所以汽车的这个增加 还有工厂的这个排气增多 然后这个森林它的资金能力就减少 当然产生的影响 所以污染归污染 影响归影响 这个有时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主要还是看我们自然界的承受能力 跟我们排放出来的强度 就是说会产生影响了 还是看环境的含容量 跟它排放出的强度 也就是浓度 的这个 这个综合的这个作用 那当然我们也 希望我们的人体的健康 也不至于因为受到污染的这个影响 这个自然界有很多不一样的污染 但是我们自己人体里面也会产生 例如说免疫 免疫作用 可以去去除这些 环境当中的污染因子 不管是生物物理化学的 但是人 当然也不能 接受太多 接受太多 它就会产生健康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要管制污染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必须要减少它的排放 那增加我们自己的含容量 或者是我们的健康的这个 或者是免疫力的程度 那当它的污染的影响 有可能是对 对人体健康 这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但有可能是对生态健康 当这个所谓的生态健康 就是说生态它的平衡性 或是它的稳定性 或它的致敬能力 这个当然还有其他生物的这个状况 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把 我们的考量这个层面再扩大 那我们先去 针对这个水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知道水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我们又称为水圈 当然这个包括地表水 地下水甚至海洋 这整个水体 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整个水 其实都是互相连通的 例如说地表水 它可能很多地表水就流到海洋里面 海洋的水介入水循环 这个又回到我们的陆地上 当然在污染物 就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这个传输 那我们在我们国内的法规去定义 所谓水污染就是说 水因为物质 我们刚刚讲的化学物质 生物或者是能量 这个当然就是物理性的 的介入而变更品质 然后导致这个水体的恶化 然后影响到我们对这些水的用途 甚至我们喝的水会产生健康的这个影响 这个我们就称为水污染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 它可以藉由水的流动 或者水的循环带到不一样的环境界质 包括像空气 包括 那一般水的污染的源来源 例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我们称为市政污水 还有我们的养殖 还有我们的农业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畜牧废水 还有来自工厂的 我们就称为工业废水 还有来自我们废弃物 我们的垃圾 每天渗出的水 这个都算是污染的来源 当然哪些是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当然就看我们整个水体 怎么样来去处理这些污染物质 那这个污染归污染 我们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当要用这个水的时候 它的品质好坏 我们就说农业灌溉的用水 我们其实不要太假就品质 如果是要喝的水 我们要喝的水 当然它的水的品质就好 所以这个水的 这个不管有没有什么样的污染 或污染成都怎么样 还是跟我们要怎么样使用 它是有关联系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几个水的品质 是跟我们的使用 是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 它里面水的含氧量 第二个就是它的 PH值 就是它的酸碱值 还有它里面的化学成分 那过来就是温度 这个就是物理性 还有它是不是有其他的 会造成传染的 就是我们使用 比如说像大肠杆菌 我们吃多了 当然它是一个指标没有错 但是我们吃多了 可能就会产生级别 所以这个是几个 比较重要的 这个水的品质的指标 我们这样讲 其实它就是代表 有机物质的浓度含量 那COD其实也是同样的 只是它这个两个方法不一样 不过它的代表含义还是一样 就是可以代表 消耗水中氧气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就希望 VOD在水体里面越低越好 COD越低越好 你这样子才能确保 水中不会消耗太多的 那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生化虚仰跟氧气的关系 假设我们用这个简单的图 来给各位介绍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也就是说在河里面 它的生化虚仰量是很低的 在干净的 当然里面的生物都活得很高兴 因为这个低 那它的溶氧量就高 假设我们 这个是由河流的往上游 这个往下游的这个方向 那你可以看到 假设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排污染物的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油基物 排出去之后呢 水中的这个维生物就很高兴 因为营养很多 那它就会消耗这些 同时也会消灶水中的氧气 所以水中的氧气就开始 黑色这条件就开始下降 那这时候BOD浓度很高 刚排进来浓度很高 那同时消耗水中的氧气 当然这个BOD的浓度就会跟着降低 但是也因为水中的氧气低 它的这个里面的生物 很多因为氧气被消耗多了 所以它没办法存活 它就会往上游跑 或者是往下游跑 所以影响到整个这些生物的量 所以这个地区 假设我们就成为分解区 那这个地方 我们成为腐败区 那它的溶氧量逐渐在提升 也就是你这油基物 逐渐慢慢慢慢被分解掉了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复原区 氧气的含量开始在增加 那有机物的含量持续很低 当然生物就会慢慢回来 因为你的氧气含量才增加 那到了更下游的时候 就恢复到原来上游的这个状况 这个生物它不会都处在这个地方 它一定会想办法找到 找到它适合它生存的地方 但是这个如果说 我们这边有一个排放源 这边又有一个排放源 这个这边又有一个排放源 从下游一直往上到中游 如果那么多排放源 那当然这个水就没有复原的这个机会了 在台湾或者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这个河川的污染都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为什么 台湾很多地区的这个河川 我们没有办法去花很多的钱去把它修复 主要原因就是你的污染源没有想办法来去解决的话 你在怎么样做核酸的污染还是没有用的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有机物会排出来之外 会这个让细菌去分解而耗扬之外 另外就是有些化学物质呢 它本身就有毒性 例如说来自工厂的 当然有些工厂出来物质 它本身就是耗扬 耗扬是细菌的 有些甚至它毒性很强 它直接把细菌杀死了 它不见了会耗氧 但是会杀死这些细菌 当然也会杀死水中其他的生物 所以它的影响是产生毒害 是产生毒害 那有些是让它的pH值增加 例如说过酸 从这个工厂很多它的肺液出来 就是酸性就很高的 当然生物也是没办法生存 所以有时候跟氧气是没有关联性的 它纯粹是酸性或者 那还有一些物质是 它不容易被分解的 它就会累积在 这个食物链里面 例如说进入到这个小的鱼 这个鱼都还是活得很好的 甚至这个小的鱼 进入到大的鱼 然后我们陆地上的人 或其他动物 去吃这鱼的时候 它就会累积在我们生物体里面 这些我们都称为 具有生物累积性的物质 例如说有些是中金属 有些是杀中金 还有像代曜性等等 这个人类制造出很多是 不会分解的 为什么我们要制造出不会分解 因为我们可以用很久 像这个塑胶 或者是以前这个多绿联本 DDT等等 这个都是属于生物 那有些物质 那有些物质 例如说像磷 蛋 这个排放过多 它会造成优氧化 这我们在讲海洋 这个资源破坏的这个 这个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也提到这个优氧化 会造成死亡区的 这个形成 其实在这个淡水 它是更普遍的 在湖泊里面 这个就是所谓的优氧化 它是因为是营养炎过多 所以每一个化学物质产生的作用 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一些是造成颜色的 还有有些是让水中的浑浊 这个浑浊度高 这个浊度更增高 那当然它有可能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泥沙 那也会让水中的雨啊 没有办法呼吸 或者看不到 这个能见度不好 看不到 影响到它的生存 这个各种不一样的 情形都有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 正常的水底应该是养分不高 养分不高 但是氧气含量高 因为里面这些植物可以行光的作用 这个我们称为平氧 但是如果 来自铁里面用的这个肥料 跑到这个水底里面 它它的养分高 枣类就 增多 枣类增多 让水中的这个含氧量会降低 因为 水中的枣类在白天行光的作用 但是晚上会耗氧 所以很多的生物它没有办法生存 甚至这些藻类死亡之后呢 会让底部的这个生物啊 更没有办法生存 因为耗氧量也更多 最后变成 所以我们这种有氧化 的状况就是这样子 就是整个水底里面都没有氧气 就是所谓有氧化 这是正常的水底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等到有氧化的时候 比如说布袋莲 这个附近的这个田啊 用了很多的 这个我们刚刚讲磷啊 氮啊 跑到水底里面 它就会长多了 长多当然就 让布袋莲更多的营养 那布袋莲长那么多呢 水中 空气中的氧气跑到水里面就少了 或者是 它消耗水中的这个氧气 那同样的也是会发生 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情况 水中氧气含量低 那在海洋里面大概也类似这种情况 它的生物像本来 这是在日本 我们称为红雕之海 本来这个 含氧量都很高 都让不一样这个海洋里面的生物可以存活 那富裕生物它的种类 这个适中 等到这个陆地上的这个 营养越来越高的时候 在底层的时候 好氧就多了 因为有几乎它会沉下来 然后 这个表层 因为它跟大气结束 所以还是有很高的氧量 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地方 它的生物像已经改变 它可能只有少部分的生物可以存活 这个跟我们刚刚提到 在河里面是一样的状态 那等到污染更严重的时候 是溶氧量在这个地方就非常低 那其他的生物也因为 它底部的生物像改变 没办法存活 然后只剩下水母 其他的简单的浮游生物 我们称为水母之海 所以不管是海水淡水 大的水体小的水体 都有可能受到的影响 所以我们从陆地上的这个 这个水啊 废水污水 不管是家里面的 或者是工厂的 我们都想办法一定要先处理 才能排掉 那当然我们就要靠 这个下水道系统 把这些管线 把这些水 借由这些管线 把这些水送到哪里 送到污水处理厂 那如果是工厂的呢 我们就要要求 你一定要先处理 才能排掉 那这样子 我们的污水处理厂 都会去的污水处理厂的 这个 这个承受才不会那么多 那等到处理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排掉 这个是基本的 那排要处理 要处理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必须定一个处理的标准 也就是说 我们去定 例如说我现在要放 这从我们放流水 这个污水的排放啊 必须要达到一个 这个某个程度 你就处理到某个程度 我们去放流水 那大家看到这些管线啊 有时候我们在马路上看到 哇这个大的 这个都是下水道 下水道系统 一方面可以收集 这个下雨 暴雨 产生的这个雨水 二方面也是收集 我们每天来自家里 然后送到污水处理厂 当然这个技术 就不再讲了 那如果 这些水经过处理之后呢 我们帮它排到河里面 那当然 河里面我们也希望 这个河里面 或者是湖里面 或水 这个其他的水体里面 它的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污染的指标 我们也必须要去监测 例如说在台湾 我们自己有定一个 叫河川污染指标 我们看 这个河的水值好坏 就是看 荣氧量好不好 然后它的生物需氧量低不低 如果里面很多的 就是代表我们什么地方没处理了 没处理好了 让它排到河里面 还有悬浮固体物 我们刚刚讲的 例如说像泥沙啦 还有这个像黯淡 这个就是这个蛋啊 蛋这个元素 通常黯淡的形式 我们都确保 它在我们的标准以下 如果是 这个都很高的话 就代表 当然除了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都不好 我们就希望越低越好 荣氧量当然是越高越好 那如果是 这个状况比较不好的话 例如说 轻度污染 我们有设定不一样的 这个数据的指标 中低污染 严重污染 就是荣氧量太低了 这个东西都太高了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来去 想办法来去处理 这个整个河川的 所接受的这个水 让它负担量不是那么大 那地下水也有可能受到污染 地下水的污染 跟这个地表的污染呢 是不太一样的 那主要原因是 地下水层 它是埋在地底下的 表面上我们是看不到的 而且它在这个表面上的 这些水的一些自然作用 在水体里面不见得 在地下水里面不见得会发生 那一般地下水 它的污染就非常多 大部分都是来自它的表层 例如说工厂 水往低处流 如果这个地表上的雨水 它可以渗透下来 那有可能工厂的水 有可能跟着雨水一起渗透下来 还有来自河里面的 还有来自我们把这个井 打的这个井 特别是把这个废料注进来的 还有这个例如说 加油站的储油草的泄漏 还有这个废弃物的泄漏 还有我们地表 如果我们用这个农药 这个也可能跑到这个地表水 然后渗透进来 还有我们自然 生物当中用的水井的污染 还是来自我们化粪池的泄漏 都有可能进入到地下水 那进入到地下水 这个有时候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因为在很多的地方 我们都采用地下水 我们的地下水 基本上应该都是干净的 但是在某些污染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把这些地下水抽起来使用的话 当然就会对我们使用者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有时候地下水 也必须要去了解它的污染的状况 甚至必须要去做处理 那地下水的这个整个保育 跟地表水又 在技术层面也不太一样 不过最重要的 我们只要确保我们的陆地没有污染 应该地下水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呢 跟水不太一样 水的污染是这些污染物 当然就随着这个水流 然后到这个河里面 到海里面 甚至有些是到地下水 那空气污染当然就是 这些污染物进入到大气里面 就随着那时候的这个气流的状态 气候的状态 就这个很随机的 就送到这个水的空气 送到各个地方去 例如说这边有大火 或是来自工厂里面的 看当天的前景 这个假设是吹这个方向的话 当然跟太阳的多少有些关系 因为太阳会对这些化学物质 产生一些作用 产生化学一些催化的作用 当然就有可能送到 这个水的催化作用完 然后水的气流 送到更远的地方 然后对当地产生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空气污染 它的影响是会比较 范围是比较大一点的 当然还是要看 污染物本身的状态 那几种这个不一样的空气污染 包括像气 它本身就是气体的 例如说像我们在讲这个酸雨 二氧化硫 二氧化碳 二氧化氮 二氧化碳等等 这个都是属于气体 那有一些是个体的 例如说这个细小的颗粒 不管是灰尘 或者是烟囱 或者是乌贼车排放出来的 像碳粒等等 这个都是属于颗粒 当然它构清 也会随着这个空气 来去散步到各个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些是衍生出来的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经过太阳光 这个照射反应所产生出来的 也就是说烟囱出来 本来是没有的 但是在大气当中 经过光的作用它产生了 例如说像臭羊 还有有些是本身 就是有恶臭物质 当然也会产生健康的影响 还有一些是具有高毒性的 例如像带凹性 这个种类非常多啦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跟各位介绍 我们大概就是说 针对一些预论 跟各位说明 那一般来说呢 因为空气囊物非常多 我们大概就挑几个比较重要一点的 这个是比较传统一般性的 我们称为 这个空气 这个污染物标准指标 或者是空气污染指标啦 我们称为PSI 那PSI其实就是来自几个 比较传统性的空气污染物 包括空气当作玄武为例 这个是这几年很有名 我们称为PM物质 另外一个是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还有一氧化碳 臭氧等等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 我们把这个物质的浓度 在大气当中去把它测出来之后呢 经过一个转换 我们得到一个 这个所谓 这个空气污染物的标准指标 PSI的数值 那如果这个数值经过这么换算是 例如说0到50之间 50之间的话 就代表空气品质是这样好的 那如果这个数值是 如果是51到100 就代表它的空气品质是普通 如果是101到199 就代表不良 如果是超过200到300之间 就是非常不良 如果是超过300的话 就成为有害 当然这个以我们对健康的影响来过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依据 如果你去看 现在环保署 在那网站显示出 我们现在的PSI 这某个地区是良好的 就是说它是49 就代表我们对健康都没有影响 那这些对健康的影响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一般在不良的时候 我们甚至就会感受到 某些人可能产生一些刺激性 或者是本来就呼吸到问题了 他就更容易生病 那如果浓度这个数值再更高的话 当然就会产生一些长期的 甚至这个短期 就会立即显现出的健康问题 这个是环保署 在台湾很多地方 我们都设置监测站 你现在如果上网去看 他也会告诉你在某个地方 他设置监测站 他的PSI是多少 这个是例如说2013年3月1号去看 像这些 绿色的就是代表良好 我们用黄色代表普通 如果红色就不好了 如果是紫色代表非常不良 那重瓜而言的话 台湾当然我们空气污染的状况 跟当天的气候状态有关系 这个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 如果是下雨的话 下雨过后空气品质通常比较好 白天还有这个工厂 还有交通的状况 其实都有关联性 很难去断定说 什么时间会比较好 什么时间比较不好 不过总括来说 就是当我们的人类活动 增过多的时候 空气品质就会比较不好 不过台湾这几年 在很多这个工厂的 烟囱污染物的排放 还有很多的交通的 这个对交通工具的规范等等 我们都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也导致 我们的这个空气品质 逐渐都慢慢慢慢 超过这种状态的 就非常少 那在空气污染当中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化学物质 还有就是我们这位Pen物质 所以Pen物质它的颗粒非常小 它在空气当中停留时间非常久 也不容易沉降下来 所以当然我们在呼吸的时候 就会吸进去 进入到我们的肺部 那它很多的化学物质 它其实也附着在这个上面 如果这个我们用这个 头发来去做一个比对的话 大家就知道 这些物质它的粒径的大小 假设我们的头发的直径 是60个micron 就是灰色这个 那所谓的PM10 就是它的全无微粒 它的粒径是小于10的 大概就那么大而已 如果是PM2.5 就是代表它的粒径是小于2.5个micron 一个micron一个微米 就是等于10的 这个 负6次方的米 10的负6次方的米 是非常细小的 那当然它在空气当中 或者是我们吸进去的时候 几率就会增大 但还有更小的 所以我们日常生物当中 包括这个灰尘 这是有时候我们肉眼看得到的 但是这些几次肉眼 几乎都是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吸进去 这个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甚至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 产生不一样的这个作用 这是悬浮为例 这是一些悬浮为例的叙述 就是它会进入到我们的呼吸系统 甚至这个2.5以下的话 它的停留时间更长 甚至它会含了一些化学物质 对人体的健康会产生 这个 很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要减少 这个PM的物质的影响 就要想办法来去 去 这个 例如说从它的污染源 或者是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保护 所以台湾我们很多人喜欢戴口罩 例如说骑机车 或者甚至在外面 这个是一个好的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空气 跟以前的空气比较起来 是这些物质含量是多很多 古代人不用担心空气污染 现在人就要担心 这个是所谓的PMNL 那有这个传染这个流行病学家 甚至他们可以估算 假设你的这个PM2.5的含量过高的话 甚至会产生心血管的死亡率的增加 甚至肺癌的死亡率增加 这是以它的每一粒帮公尺 10微克的PM2.5的浓度 如果超过10微米的话 就会提高心血管死亡率6% 那对肺癌死亡率超过8% 这个都是影响都是不容忍 那台湾当然还有像沙神报 也会夹杂很多的PM物质 这个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去接触到这些化学物质 那联合国 这是一个参考 联合国在 他们的这个空气污染标准当中 他是定20 20 每一地方公尺20微克 是当做他们的一个基准 超过20 可能就会危害性比较 还比较大一点 那他们去评估全世界 很多地区 他可以看得出来 小于20的 我们刚刚讲的20是个标准 小于20的 当美国 某些欧洲空气 他们比较先进 他们对他们的空气 这个治理做得比较好 他们的这个悬浮为例 含量就比较低一点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大部分地区 尤其是在亚洲地区 或者是这个中东地区 非洲 南美洲 这些都在迅速发展 当然比较不重视空气品质 他们的 这些地区的空气的品质 当中的这个PM都超过标准 有些甚至非常高 又像中国大陆是全世界 现在这个所瞩目的 这个空气 是城市当中的空气固碗 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那空气固碗对人体的影响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PM物质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物质 当然跟这些物质的化学特性 物理特性都有关系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浓度 浓度不能过高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PM 是浓度高 当然影响就大 当然还有跟我们自己 接触者的这个年纪 还有接触的时间 跟他的健康状态都是有关系 那小孩子当然也容易受到影响 那通常我们认为空气固碗都吸进去 但是空气固碗有可能是 这个像落成一样掉到陆地上 进入到我们的食物 食物链里面 产生影响也有可能 那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去 想办法来去了解的 进而找到解决的这个途径 那除了对人之外 有些空气固碗对植物当然也会影响 当然还有包括其他动物 还有酸雨 例如说我们之前讲酸雨 植物对土壤 对水体 还有影响视线 影响能见度 例如说造成埋害 这个甚至很多人因为这个事件不好 发生涉惑等等 这个对不管 不仅是只有对健康 也会对安全产生影响 还有破坏我们的材质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想办法来处理 那例如说像在大都会当中 常发生就是我们称为光化学污染物 也就是说七级車或工厂排的废弃呢 经过光的作用 来产生例如说像臭氧或其他的化学物质 这个都是具有刺激性 联合国这个数据大家可以参考 就是说他们去推算 某些地区它的空气污染严重的话 它的一般 它的很多的人死因是跟空气污染是有关的 当空气污染越严重的地区 这些的死亡率就更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联合国推估在某些地区当中 每这个十万人口当中因为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 这个颜色最深的是大于40 就是说每十万人大于40 每一年是因为空气污染是有关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不一样的颜色 就代表它的空气污染的这个严重的程度 跟它所产生的健康的效应 那这个是室外空气污染 那其实室内空气污染也这几年 这个很多国家都特别去重视 因为它跟室外空气污染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室外的空气当然就会进到室内 但是有些的空气污染源是来自室内 例如说有人抽烟 例如说我们在家里面煮菜的时候 用的煮菜的这些 比如说瓦斯炉 或者是以往的这种烧柴的炉等等 都有可能产生空气污染物 所以它的种类有时候跟室外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我们用了很多的有机溶剂等等 这些都是在室外不见得会有 但是在室内是最常见的 甚至会产生一些健康问题 例如说头痛 过敏 呼吸道疾病 还有我们现在冷气吹太多 空气过度干燥 这个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多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还有所谓的病大楼 这个大楼疾病症候群或是病大楼症 这个也是因为大家长期待在室内的环境 有些所谓发现的物质来自 有人抽烟或者是来自地毯 或者是有我们有影印机 或者是工厂的等等 这个都是比较疼的 像台湾我们已经很多人 我们是不允许在室内抽烟 但是国外他们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概念 或没有法令来去约束 所以当然受害者很多 所以这个数量 大家可以跟刚刚的数字去比较 每个地区当然都有不一样的状况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室内空气污染造成死亡人数 跟室外空气污染其实都同样的 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来减少 其实就来自它的排放源 减少它的排放 例如说我们这个汽机车 有严格的排放标准 工厂的烟囱严格的排放标准 我们禁止人家抽烟 这都是减少它的污染源 那另外一个 我们想办法让大气的置信能力来增加 比如说都会公园区 我们确保植物它的自然进化的作用 可以一直维持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做法 这是有关固然 那这个是台湾我们这几年的成效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PSI 我们从民国83年一直到民国110年 大家可以看到超过这个空气品质 这个大于100 就是空气品质不良的这种天数 已经是越来越少 换句话说我们的品质 空气品质一直在获得改善 那土壤污染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土壤污染它有可能来自水 也有可能来自 这个空气落下来 因为土壤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水来当做灌溉 或者是这个水体它自然流到土壤的部分等等 那它的污染来源就非常多了 所以包括像用这个土 我想大家就很清楚了 来自我们一般的用水 农业的用水 来自空气 来自工业污染 来自这个我们使用化学肥料啦 还有一些是这个 这个非法的掩埋 合法的掩埋 这个渗透出来的水 夹杂着这些污染物 进入到土壤里面 那所以要解决土壤问题 其实就是想办法来减少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污染源 那人 我们知道人每一天会产生非常多的废弃 就是我们一般讲垃圾 那我们如果没有土壤的处理 没有把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让它四处流散 当里面含什么东西 它有可能就泄露出来 我们的垃圾我们可以分为一般 一般性的 一般废弃或者都市的垃圾 还有一种来自工厂的 当这两个性质就不太一样 这个就很普遍啦 那如果是工厂的那就不一定了 那有些是 这个危害性不是很大的 但是有些可能是有毒的 当你随意气质的话 产生的影响 就远比我们一般垃圾还来得多很高很多 那如果是工厂的 我们可以再把它分为就是有害的 包括这个放射性的废料啦 这边讲的不包含是指 因为放射性的废料是 由原子能委员会在去做管理 不过不要忘记它也是 这个有害性的废弃炉 那还有一般性的 我们每一天制造那么多的生活垃圾当中 这个我们每一天大概是不到0.5公斤啦 台湾人 每个全世界每个地区都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加上工厂的话 工厂的量是远超过我们每一天所产生的F7-5 当然这个工厂是要看什么工厂排放出来的 如果我们没有涂善的处理的话 对空气 对地 对地下的水体 地面的水体 土壤等等 还有造成卫生啊 还有这个市容的官山 美官公共卫生等等 这些问题都会产生 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 因为毕竟我们每一天 现代的这个人类的生活 就是每天一定会产生那么多的垃圾 台湾我们对这些垃圾的管理 其实做得非常好 非常到位 主要是我们人口比较密集 所以大家产生垃圾可以 垃圾不落地啊 收集送到缝化炉 收到掩埋场 去做处理 那这是全世界 还有台湾我们的平均的这个垃圾 每一天产生的这个产量 其实我们已经越来越少了 我们已经越来越少了 当然很多我们都拿去回收再利用 这个是做得不错 不过全世界在很多地区啊 他们每一天 例如说像美国 非常浪费 然后当然他们 这个产生的废料很多 每一天他们会超过2.5公斤的 这个 这个垃圾 其他的地区 这个一般来说是越富裕啊 产生的垃圾量越多 因为他们的资源相对多 那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 本来资源就少了 当然废料就更少 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纸啊 笔啊 大家都非常节省 因为用到这个不能用了才去丢掉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 这个像我们的手机 还有我们每天用的这个 这个吃的东西的包装 这个吃东西当吃进去 但是包装就变成废料了 我们除非有很少的这个资源 回收的这个管道去解决问题 否则它最后都是垃圾 那台湾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垃圾塑胶就占了 26% 厨余就占了将近30% 纸张也超过30% 这个三个都是最容易去回收的 如果我们回收都可以 这个做到的话 那换句话说 这个我们的垃圾 真正要处理的 大概不到20% 当然我们 这个 要去清运这些垃圾 的负荷就会减少 当然我们就花更少的钱 去处理垃圾 这是最好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方式来去处理 那你的垃圾 当然经过这个分类啦 这个可以去做最好的管理 比如说资源性垃圾 看受到什么地方去做处理 厨余我们可以去堆肥 去养猪 还有巨大垃圾 我们去 去缴税啦 或者送到跳蚤市场去 去再加雨利用啊 然后非资源性垃圾 可以燃的 送到缝化炉 或者是送到掩埋场 然后他再去想办法来去做处理 这个都是可行的 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做好 当然他就会产生一些影响 例如说垃圾带 没有做好这个储存 在轻音过程 这个垃圾车 这个会产生臭味啦 噪音啊 废气啊等等 还有我们中间的处理过程 出些问题都又会造成 包括空气啦 噪音啦 臭味的污染 水的污染 噢 掩埋没有做好 也是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噢 这个叫做二次空海 所以垃圾本身 噢 不产生这是最好的 那一旦产生 我们就要确保 他整个过程 噢 从这个出生到最后 他的最功趋速 噢 都要做妥善的处理 噢 这个才能减少 噢 他衍生的这些 噢 像美国他们 没有做好这个废气物的处理 他就 大家看到这个好几千的 一两千个 这个红点啊 其实就是当初 他们没有重视 有害的 来自工厂的 这些废地 到处乱丢 他们现在要花更多的钱 来去解决这些 土地的 这个 做到 废地污染 台湾也是一样 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 很多都是高污染区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农地有很多污染的 这些都是农地 还有加油站的油槽 这个 这个让跟废旧没有关系啦 但这只让大家了解 很多的这个 呃 这个台湾的这个 加油站的这个储油槽 泄漏 造成土地 或者是土壤 地下水的污染 还有储槽 有些是非法弃制的 有些是来自工厂的 这个偷牌 等等 全省 从北部 到南部 都有那么多的地区 这是中部 这是南部 那么地区都是受到 废区物啦 或者其他的这个非法气质 所产生的 土地的这个问题 所以不管是废区物或者其他污染物 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啦 如果是废区物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刚刚讲的减量 就是recycle 就是回收 再利用 减量 我们用这个3R的原则来去减少废区物 同时 这些废区物它其实原来都是我们自己产生的 我们消耗环境或自然的资源来去产生的 然后你现在又要把它丢掉 又要去解决它的这个处理的问题 所以如果 我们使用的这些物在设计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这个东西我们未来就是要回收 那有它的回收管道 当然就颜色的问题就相对来少 这个像我们现在用的塑胶很多的回收 但是很多塑胶也是没办法回收 那怎么办 就还是送到浮化炉稍微会产生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源头来去管理 就是从设计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都是 这个 用这个金属啦 塑胶材料各种不一样的材料去完成 要花那么多的钱 但是手机我们搞不好用了三四年四五年就不用了 它要去什么地方 是变成废弃物呢 还是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回收在里面的物质 这个在源头的时候就 或者甚至在设计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思考 这个也是我们在未来去讲 我们怎么样去为确保我们的资源可以持续的利用 当然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绿色经济 最重要的概念 怎么样让我们的资源可以一直在使用 一直在使用 那这样子我们就不要再去开采新的 我们的增读